第三百二十七集 行天横剑在胸 随着滚滚魔源呼啸而出 他脚下的碎石纷纷化成飞灰 行天要动用毁灭一镜 据说可以直接毁灭对方的真元 那真元都被毁了 招式还怎么挡啊 面对毁灭一镜的破坏之力 林明的真元必须得比行天的魔源强大许多 才能拼个平手 可行天都这么强了 林明还能比他更强吗 毁灭一镜可以消融对方的真元 在无忌的对拼中 真元被对方消融湮灭 那自然会吃亏许多呀 也就是说同样的交手 林明必须要付出比行天强两三成的真元 才能拼个平手还挺勉强 他的消耗付出的力量都得比行天多 一旦达不到这个程度 就会被行天压制 甚至落败 莫谷深吸了一口气 林明的情况非常不妙 林明确实强 但恐怕也不能在吃亏两三成的力量情况下 击杀行天吧 如果不能压制行天的毁灭意境 这么拖下去 迟早得输啊 不知道他会怎么应付啊 莫谷给林明可捏了一把汗 比武台上 行天手持重剑 剑锋上蒙了一层灰蒙蒙的乌光 这乌光层很薄 然而乌光一出现后 周围的空气似乎都被扭去了 连空气光线都被绞进乌光之中 消逆无形啊 毁灭之力 行天大喝一声一箭斩出 这一箭没有伴随浩大的魔源波涛 只有着诡异的乌光铺天盖地灰洒下来 向林明笼罩而去 诡异啊 林明目光一凝 他在那层乌光中感受到了湮灭一切的诡异力量 你拥有的力量是毁灭 我的青苍真元却是生生不息 就让我看看 究竟是你的毁灭之力强 还是我的青苍真元坚挺 融合逆淋之血后 林明的真元一直携带了一丝生生不息的属性 外表呈现青苍之色 想要毁掉林明的真元 那得付出数倍的力量 面对铺天盖地的乌光 林明体内的骨骼发出低沉的爆响 似乎有一条蛟龙在林明体内觉醒 发出一声惊天动地的龙吟 第一次面对毁灭意境 林明毫不轻敌 在动用真龙之力的同时 毅然开启了四成的斜身之力 一枪刺出 林明身后凝成了青苍色的真龙虚影 那一刻 紫炫枪似乎本身就化成了一条青龙张牙舞爪 直扑乌光而来 咔嚓 枪芒刺在乌光之上 诡异的没有发出剧烈的爆炸 反而两种能量撞击在一起 在真元激荡中相互湮灭消融 就如同冰和火接触之后 拼命地想要吞噬对方 乌光不断地被粉碎 同时林明的青苍色枪芒也不断地被腐蚀 然而几番交锋之后 那被乌光毁灭的青苍枪芒 却又重新凝聚 更狂更猛地扑杀回来 什么 行天心中大惊 这怎么可能 不光行天吃惊 在场的观众都惊呆了 毁灭意境的强大 那更超金木水火土风雷五行意境 毁灭意境一出 同级的武者根本就无力抗衡 真元都被毁了 那还打什么呀 除非是在力量上有压倒性的优势 可林明显然不是啊 他的气势不见得比行天强 然而偏偏他的真元带着一股无比坚韧的属性 生生不息怎么都毁不掉啊 这小子 行天咬牙切齿 再度加大力量 然而终究不能压制林明的青苍真元 这青苍真元可是真龙之力 是神域的终极神兽青龙逆临这些所化 虽然只有一滴 可也极为恐怖了 相对真龙之力来说 那毁灭意境是终极意境之一 自然强大无比 可关键是 行天又能领悟多少呢 他无论修为啊 还是年龄啊都远远不够 领悟的就是大海中的一滴水罢了 能管什么用啊 比武台上真元极壮 行天的毁灭之力完全被青苍真元克制 行天的脸色阴沉无比 小子 你的真元质地特殊 确实让我惊讶 我就看看 你能支撑多久 论耐力 我们巨魔族远比你们人类强大 我看你能支撑到几时 行天的目光中 闪过一丝猙獰之色 体内魔元运转的愈发激烈 林明冷笑一声 论耐力和恢复能力 在下从没怕过谁 不过 你似乎忘记了一点 你的意境已经出了 而我的意境还没出 我的时空意境 只是领悟了皮毛 暂时不能增幅攻击力 是不错 可是光那诡异而变换莫测的招式 你能完全躲得开吗 林明说到这 目光一冷 他枪势一转 携身之力爆发到七成 脚下的空间似乎发生了诡异的扭曲 随之林明化成一股清烟 消散在风中 残余的几道乌光 积射在林明消失的地方 直接把那里的地砖击成飞灰 连同玄金地基也被腐蚀一个大洞 狂妄 要占便占 废话这么多 行天气急败坏的说道 引以为傲的毁灭意境失效 行天有些恼羞成怒了 狂风呼啸 周围尽是林明急速身法所卷起来的气流漩涡 风之意境和空间意境同时融入到身法中 林明的速度快到了极致 林明瞬间出现在行天面前 完全没有任何征兆 就仿佛瞬间移动一般 一枪刺出 血隐之印飞射 血隐宣煞 行天一声怒吓 手中重剑直辟下来 重达数万斤的重剑 可握在行天手中 竟是如一根轻飘飘的稻草一般 丝毫不会因为重剑的巨大重量 而影响攻击速度 然而这剑挥到一半的时候 行天脸上的笑容凝固了 原本林明的枪虽快 可行天自信完全来得及挡下来 然而不知道为什么 他这个剑招捂到一半的时候 周围的时间仿佛缓慢了下来 以至于他眼睁睁的看着林明这一枪 直刺自己咽喉 该死 行天双目血红爆喝一声 浑身乌光爆发 毁灭意境四散冲出 这才勉强冲破了时空牢笼的束缚 这时候 行天再也来不及挥剑抵挡林明的子炫枪 他身体暴退 可终究慢了一步 子炫枪毫不留情刺在行天的胸口 护体魔源被戳破 一抹鲜血标射而出 行天连退十几丈 因为后退躲开了喉咙要害 可依旧刺在了胸口 整个枪头都没入其中了 连带着一股破坏力十足的真元煞气冲入体内 可却被行天强行给震下来了 望向林明 行天面色阴沉 目光中杀鸡死意 行天受伤了 在场观众可倒有些发呆啊 先是那古怪的清仓真元硬扛住了行天的毁灭意境 接着是融合了时空意境的一击 让行天受伤 虽然行天伤得不重 可是在通天塔二层 行天那是如同无敌一般的存在啊 根本无人能撼动他的位置 半年前他的最后一战 与通天塔二层另一个顶级高手生死厮杀 最终行天把对方头颅斩下来也没受伤啊 今儿个他却伤在一个人类青年手上 这个人类到底怎么修炼呢 他看他那年纪最多二十几岁 是啊 力量比血满还强 肉体防御力强大无比 这哪里是该人类有的能力啊 巨魔都没这么生猛 人类那什么炼体术不早就失传了吗 而且据说因为人类的炼体术太拉减 所以才被淘汰的 就算学了也是鸡肋啊 这 这是鸡肋吗 人类的体质非常弱 不适合炼体 这已经是圣魔大陆公认的事实 连人类自己都承认 是啊 不但肉体强大 速度也变态 还领悟了许多妖精族都没能领悟的时空法则 哎对了 还有之前他曾与黑鼠一战 面对矮魔族擅长的灵魂攻击 连眼睛都没眨一下 完全无视 论灵魂力也强大无比 哎你们说 他还有弱点吗 不仔细想啊 还不觉得什么 这么仔细一罗列下来 在场舞者再看林明 目光都变了 肉体力量比巨魔族强 法则亲和力胜过妖精族 灵魂力强过矮魔族 除此之外速度快 真元凝厚 而且还有一种特殊的坚忍属性 林明在这帮人眼中完全是一个妖孽了 这是牲口 一个没有弱点的妖孽 大牲口 面对这样的敌人怎么打呀 很好 行天目光冰冷 多长时间了 没有人逼我到这步天地 这一招 本来我从没想过 会在通天塔二层动用 因为这里的试炼者 根本就没有让我动用这一招的资格 现在 你很荣幸的 获得了这份资格 你废话还真多 先能压制我再说吧 林明痴笑一声讽刺道 你说你没想过在通天塔二层动用全部实力 可也没见你去过三层啊 你的胆量啊就这么大 哼 你知道什么 我留在二层这么久 自然有我的理由 尤其是你能知道的 你安息死去吧你 行天爆喝一声双拳紧握 浑身肌肉隆起 他的头发开始变长 体内的膜源越来越激烈 如同滚滚浪潮向周围扩散 他皮肤眼睛都蒙上了一层淡淡的血光 浑身血管如同蚯蚓一般隆起 有的位置甚至直接爆裂开来 血魔降临 类似于妖精族的妖王战体 当巨魔族体内的上古巨魔血脉浓郁到一定程度 就可以得到上古巨魔的认可 施展出血魔降临 在短时间内增幅自己的实力 只是相对妖王战体来说呀 血魔降临是更加凶残的功法 会损耗一定量的精血 所以轻易不会用 林明眯起眼睛看着行天 看来我的实力要隐藏不住了 林明握紧了子炫枪 为了强者如云的第三层 为了那些不知道什么原因 针对自己的潜在敌人 林明一直视人已弱 现在面对行天 他的实力却有点藏不住了 高手过招 如果判断错对方的实力 而没有权力出手 很可能因此重伤甚至死亡啊 这就像你在打一只蝎子 如果你不知道蝎子能遮死你的情况下 你可以一脚踩死他 可是你就因为他是一只小蝎子 比你小那么多 你伸手轻轻的想去捏死他 对不起 被遮的一定是你 精神力联系到邪神种子中 邪神之力全开 被束缚在邪神种子中高度压缩的邪神之力 就如同火山一般爆发出来 自从踏入通天塔第二层之后 林明是首次解放全部的邪神之力 和星天约战之后 这一个月来林明在密室中修炼 最大的成果就是邪神之力进步 如今林明跨入新天中起 翠随时成之后 邪神之力已能开启长达小半入乡的时间 而且战斗结束之后 邪神之力爆发出来的压缩真源 如果没有使用完全 还可以重新存储下来 也就是说 只要有足够的真源 邪神之力就可以连续开启和关闭 不再像之前一样 开启一次之后 即便真源没有耗尽 也只能任其一散掉 气势不断的攀升 林明的真源 仿佛凝成了一杆锋锐的长枪 刺破世间一切锐不可挡 在擂台周围的观众 看到这一幕纷纷变色 一个个展开身法 向后退去 之前的教授 已经让他们抵抗的十分勉强了 何况是现在 他们实力再度飙升了 说不定被余波卷进去 就重伤身死了 太强了 邪天已经算地级天才了 这林明比邪天还猛 这是通天打二层 这十几年来最巅峰的一战 未来十年恐怕都很难超越 真不知道他们怎么修炼 观众席上的舞者是议论纷纷 有些人心中兴奋莫名 有些人则是一脸复杂之色 不出宗门 不知道天有多高 地有多大 大家同是年轻俊杰 差距太大 让有些人难免生出 妄扬兴叹之感 气势爆发到极致 邪天双目血红爆喉一声一剑斩出 那一刻他本人就如同一个魔神一般 气势如同微微山岳高不可攀 这一剑斩现了如同神山崖顶 带着恐怖的山河大势 林明瞳孔猥琐 面对这样一击 单单靠屠路 他没信心挡下 至于大荒血迹中更强的招式 他还没来得及参悟呢 灵魂力联系到邪神种子中 子炫枪上雷霆与火焰震缠 两股能量交织在一起 在万年紫电神珠和万年圣火无同的增幅下 力量攀升到极致 火焰吞吐雷霆呼啸 自从跨入通天塔后 林明首次施展雷火煞 火焰与雷霆交织而成的爆炸火光 吞噬一切 悬末的光芒让人无法直视 千窗百孔的擂台上 地砖完全被掀飞了 周围看台的前几排座椅也栖奇破碎 在这样吞噬一切的恐怖爆炸气浪中 林明却仿佛置身在一个独立的空间中 他的感知视野都无比的清晰 瞬间锁定行天的位置 首当其冲的被雷火煞击中 行天浑身欲血 胸口稀烂 然而他血红的双眸中 却迸发出滔天的恨意和杀机 雷火煞最终是被行天的最后一击 再加上护体魔源挡下大部分 此时他身受重伤护体魔源也完全破碎 好机会 林明脚步一动 身影瞬间消失 子炫腔刹那间穿透空间出现在行天眼前 在爆炸火光的掩饰下 融入了空间意境的子炫腔变幻莫测 根本难以抵挡 更何况行天已经身受重伤 浑身经脉多处破碎 一枪毫无悬念 洞穿咽喉 血光迸射 在子炫腔贯穿行天喉咙的一瞬间 血隐之印飞射而出 直接把行天的头颅斩下 鲜血如同喷泉一般射出极杖狗 咚 行天头颅落地 炫目的闪光刚刚结束 人们正好看到这鲜血狂喷的一幕 行天战死 看到这一幕 在场观众都有一种极度不真实的感觉 曾经称霸第二层多年的行天就这么死了 死在一个人类青年的手上 尤其在场的巨魔族都感觉难以接受了 行天就像是他们的精神信仰 就这么战死 这对他们的冲击力实在太大了 从今以后啊 通天塔二层的王者换人了 该死的 这小子哪冒出来的 之前林明战胜蓝星 只能说他是一个地级的天才 然而在通天塔 地级天才虽然数目不多 但想找总找得到 地级天才可不等于地级强者 这是两个概念 整个圣俄大陆地级天才的数目并不少 可是真正能顺利走到地级的凤毛麟角 天才想要成长 就必须不断去历练 寻找机缘 很多时候要经历险境 陨落的概率很大 这就需要气运加深了 林明原本只是地级天才的话 虽然让人惊艳 可并不值得超级势力的关注和忌惮 可现在他战胜了行天 这让一些势力可就感到坐立不安了 在观众席的角落 莫谷叹了一口气 林明在先天中期就已经能跃及战胜巨魔族的顶级高手 如果将来他成就玄丹再度个七八次命运 身体重新凝练最后跨入神海 等到那种时候 不知道还有谁能和他比肩呢 莫谷说话间 莫青在一旁沉默不语 他的面孔蒙在了面纱中 也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砰 擂台上 行天的尸身炸裂开来 大量的气血之力涌出 最终在半空中凝成了一个拳头大小的红色金球 好浓郁的气血之力 林明的心中暗暗吃惊 这一个行天 气血之力的量比血满强了两倍都不止 而且关键是质量极高 强度不足还能靠数量弥补 质量要是不足怎么补都没用 如果血隐之印全部由这样的精血凝聚 那打荒挤绝的威力必然会成倍的提升 吸收精血之后的林明 突然目光一凝 在他面前 行天死后形成的煞气聚而不散 在空中化成一只张牙舞爪的恶魔 哼 煞气凝成的恶魔 抱吼着向林明扑杀而来 如果是一般试炼者死后 煞气直接被获胜者吸收 可行天身上的煞气太浓了 已经浓到了化形的地步 想要反过来把林明吞噬掉 林明一声冷横 手指一弹 紫焦神雷扑杀过去 雷光闪动 那煞气凝化成的恶魔惨叫一声 面孔全部扭去 碰 林明手掌猛的一捏 一道胳膊粗细的电光射出来 随着 一声轻响 那恶魔虚影完全炸碎了 散开的煞气四散开来 林明手臂上的天魔虚影扑出 把气完全吸收 根本就在强烈中的电光射气 感谢观看